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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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先一球球 但王馬亦開始有大反擊 可能已經睡醒了 首先憑著斯洛拿道的十二馬 才追平1比1 去到下半場 開球沒力了 比比的炮彈式投球 亦是幫王馬領先到2比1 領先2比1之後 整場球已經被王馬控制了 因為巴採拿方面 印尼斯達已經有傷離場 另外見到美斯和蘇華雷斯 還有尼馬三個 在前面都好像是各自為證 沒有了一個團體 去到61分鐘 亦是憑著奔心馬的入球 拉到3比1 這場球更加沒有了一個懸念 但這場球亦要稱讚 就是伊斯高 這個是王馬 不是經常出場的球員 在這場球中發揮得十分出色 3比1 亦都很清出利落地擊敗了 但問題就是 現在究竟蘇華雷斯 尼馬和美斯 這三個三叉擊 究竟可不可以發揮到它的作用呢 因為蘇華雷斯其實在這場球中復出了 但見到蘇華雷斯 一拿著球的時候 好像見到美斯和尼馬 就是孤立了他的 令到蘇華雷斯很多時候都要單打獨鬥 雖然他亦有一個傳中球 比了美斯也挺漂亮的 但美斯亦都把握不了 賽後美斯亦都說 他們亦都是因為受傷的關係 其實他硬上陣 亦都是自己情因 要打這一場的國家打比 所以令到他的表現有所影響 是不是他自己知道 因為始終是不是受傷 我相信美斯自己會知道 另外 沙維在賽後也說 這個王馬只會打防守反擊 但這一點就有點斟酌了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 足球的戰術 其實包括了這些 你不可以說你只是打這一點 或者防守或者只是進攻 令到這個沙維 就避開了少許事端 但拉莫斯那邊 也有少許反擊 也是說這場球 為甚麼會贏呢 就是他讚賞 安策略提的部署 他說安策略提的部署 就是盡量不讓巴塞隆拿 空球在腳 因為他說巴塞隆拿 這一班的球員 如果沒有球的話 沒有球在腳的情況下 他們是不會踢球的 亦都確實見到 因為王馬這場球裡面 全場緊迫的可以說 令到中場那幾個 譬如沙維 印尼斯達 甚至乎 後來出場的拉結迪 這些都是沒有甚麼 控球的時間在 沒有說好像以前 猜來猜去到處 所以令到王馬 在這個反擊上面 亦都憑著賓森馬的反擊 都拉到3比1 已經奠定性局 因為那個球球 其實都 那個反擊的速度 相當之快 首先由這個 伊斯高 他的勤力 搶到那個球回來之後 就拆動了一個反擊 另外 就是斯朗拿道 和賓森馬兩個 在自己禁區那裡 一直衝上前面 令到最後 可以把球 放進網裡 拉到3比1的時候 其實已經大局已定 較後的時間 其實只剩下半個小時 王馬都已經拿著來踢 也不需要跟他搏 所以令到這場球 精彩有餘 其實都可以說 但是 去到尾段的時候 都已經大局已定的情況下 其實雙方的球員 都已經收了 但是怎樣都好 這一場的賽事 都可以看到 這個下季裏面 大致收購的 王馬和巴塞 一個正面對抗 究竟誰的前鋒好一點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 三至四位的頂級球員 還有 王馬今天 巴黎都未上場 如果巴黎出過來 我想 比數 未必是3比1 可能4比1 5比1都未定 因為巴塞隆 暫時都未在狀態 這個不敗金身被打破之餘 不失球亦都被打破 在這場球裏面 但怎樣都好 現在巴塞隆 仍然都可以在榜首裏面 希望王馬繼續迫他 因為如果像上一季 鬥到最後一周 才知道哪個冠軍 這場球 在西甲裏面更加精彩 看完兩場的大戰之後 亦都是看一看 其實 在西甲裏面 亦都有一件不開心的事發生了 就是 南非國家隊的隊長 美伊華 享年只有27歲 亦都在效力中 美職的球隊 暴露蘭多海盜 但在早一個禮拜 亦都在有人的家裡 被匪徒開槍射殺了 亦都是一個可惜 可以說 因為他的前途 都是無可限量 可以說 因為現在仍然是 南非國家隊的隊長 在非洲國家盃的外圍賽裏面 現在南非就是A組的榜首 打了四場球 亦都沒有失球 這個美伊華都是居公自衛 但可惜 亦都失去了這位 這麼好的門將 只是27歲 但怎樣都好 希望這些槍殺事件 不要再發生 因為其實在非洲 或者南美洲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這些槍擊案 尤其是南美洲 傳聞 因為很多球員 跟毒犯有聯繫 可能在某些情況下 有些爭執 被人開槍射殺 其實都聽不少 非洲也是 也有這些問題存在 但希望足球員 要自愛 不要跟這些毒犯 或者其他 可以說 不是那麼壞人 就跟打架 到 希望這些事 不會再發生 好了 我們今天的平球品足 第一節的時間 都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都會看看 德甲的精華 上一個禮拜 其實有一場球 都挺值得一看 有九個日子出現 稍後回來 再跟大家看看這場球 到處 到處